大家好,天还黑着呢,巴塞罗那这边才早晨六点多,喝点水。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9号,为什么我要做一期节目呢? 319枪击案,2004年3月19号,陈水扁和吕秀莲,所谓的陈吕佩,他们到台南吧,明天就投票了,320投票。 选前的最后一天,他们造势活动,他们遭到了枪击。 但是啊,咱们公平的说,各种迹象表明,这是一个局,这是一个套,这是一个陷阱。 他没有遭到真正的枪击,应该就是一个惊天的阴谋。 如果对方真想杀死陈水扁,台湾的黑道,台湾的地下军火市场,什么样的军火都能买到。 而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杀伤力很微弱的一个改装手枪。 而且杀死陈水扁的那个人,叫陈,陈什么熊,现在名字把他忘掉了。 就这个人最后,在案发十天之后,在一个渔温吧,渔温就是渔池,还是在一个海港的边上,发现死在水里。 但是,据说,打捞上来发现,他身上缠满了渔网。 所以他的死也不单纯,后来泛兰阵营的连宋佩,连战宋楚瑜阵营,要求邀请台湾以外的第三方的,在国际上权威的形式见识专家来台湾。 泛兰阵营阵营被迫同意,后来请的是李昌玉,但是李昌玉也给了六条疑问。 其实李昌玉,他不想过深地介入台湾的内部的政治对立,政治操作。 其实,他心里边已经有答案,就是这是一个假案,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操弄。 因为选前各种民调的数字,都是连宋佩领先于扁吕佩。 而且领先的幅度应该不太低。 那么陈水扁,他作为现任的总统,他被枪击之后,台湾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紧急状态,军队进入战备,警察要出来维持治安,警察也进入了紧急状态。 所以,至少有几万个,几万个军人警察,军警献特。 台湾叫检调,检调机构,也叫情治机关,也叫检警,检警调。 这些人,因为他们要执行任务,所以没法投票。 一般来说,这个军公教,军队,警察,公务员,教师,是倾向蓝莹的。 最后,选票的差距只有几千票。 这应该是一个经过精心算计的一个选举的操弄。 在台湾,比如说,不同的族群,不同的职业,他们有自己特定的投票倾向。 比如说,基督教的长老会,传统上是挺绿的。 医师协会,就是医务工作者,大部分也是挺绿的。 军公教是挺蓝的。 以地理上来划分,浊水溪以北,一般是蓝莹,莹面比较大。 浊水溪以南,是绿莹的莹面比较大。 当然,近些年,台湾的选举,这个选情,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。 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啊,319,值得纪念。